三十六 新報 醫委會討論中大醫科生跳班 2015年7月8日港文A06新報信 中大醫學院提出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可植入二年級的康牌 引起爭議 醫委會今天開會 將加入此議程進行討論 醫委會主席劉韻宜表示 將建議由專家委員會檢視此做法 能否確保畢業生符合國際水平 中大醫學院表示 會全力配合醫委會的跟進 並將提供所需資料義工參考 確保醫生達水平醫委會今天跳開每月例會 將會加入討論中大醫學院早前提出學生植入二年級的康牌 劉韻宜認為 市民不明白事件 心中亦有許多疑問 醫委會處理此問題責無旁貸 委員會將檢視 並確保所有在香港取得牌照的醫生 均達到指定水平 如有發現不足 希望有關機構改善 否則醫委會有權不向學生發出醫生牌照 劉韻宜表示 將會建議由年多前成立 包括由外國專家組成 負責檢視兩間大學醫學院教學質素的委員會 研究中大提出的做法 能否確保畢業生符合國際水平 包括教學程序 植入二年級的學生需否在課程中補充一年級的課程內容 估計受影響學生人數及就學生水準作出評估 您的技術 板擂